连日来 韩国发生了多起袭击案件 网络上甚至出现杀人预告引发民众恐慌 韩国总统尹锡悦4号下令加大警力应对 4号 韩国大田广玉市某高中发生教师被刺事件 受害者脸部和胸部多次被刺 后送医接受手术 目前嫌疑人已被逮捕 警方正调查其犯罪动机 此前一天 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发生一起无差别持刀行凶案件 导致14人受伤 其中12人重伤 一名60多岁的女子当晚被宣布脑死亡 目击者称 行凶男子先是开车驶入人行道猛撞行人 接着持刀闯入百货商店 见人便砍 大约持续了10分钟 警方赶来将其制服 据警方透露 嫌疑人曾被诊断为分裂型人格障碍 审讯时一直胡言乱语 自称是受雇杀人 又表示有人想要杀他 近段时间 韩国接连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件 引发民众恐慌 7月21号 韩国首尔新林栋地铁站附近 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 致一死三伤 经查嫌疑人系报复社会行为 随着多起案件发生 韩国国内网络平台上 杀人预告不断 有人甚至扬言 4号晚7点将在江南站杀死100人 对此 韩国警方部署大量警力进行巡逻 韩国总统尹熙悦也强调 为预防事件发生 政府应投入警力 并携带有时效性和强力的镇压装备进行应对 各国警方署长 各国警方署